网路脱口秀节目贺龙夜夜秀争议不断 继上回来宾王志安绩效罹患罕见疾病的人权律师之后 昨天释出了影片 主持人贺龙更把山地原住民立委参选人的名字念错 让当事人不满发文炮轰式垃圾节目 虽然制作人立刻致歉并将错误片段删除 但种种争议也引来国民党桃源市议员詹江村痛批低俗 扬言抵制巨上 就连17间合作厂商中也至少有7家已经宣布退出 黄洪成台湾阿成世界伟人财神总统 有15个字 那些开票所应该要有直哉家几 贺龙夜夜秀25号释出最新影片 大肆嘲讽后选人名字常到恐让开票人员念到殉职 但局里参选山地原住民立委的布农族青年时 却又在出包 族民发音错误 以来当事人不满发文踏罚 痛批要嘲讽也要先念对吧 问一下正确发音真的不难 很酸就是这种垃圾节目 没想要尊重人 才让中国人在节目上嘲讽身杖者 亲自示范正确念法 发音争议 节目制作人也立刻回应致歉 强调有多次找人练习 但未向本人确认 实属不尽 虽然已经将错误片段删减 但这把火恐怕还是难灭 蓝营业人加入抵制行列 台湾市议员詹江春 开提一枪 只言很抱歉 自己不会吞火 也没有身材可以卖弄 绝对拒绝夜夜秀的邀请 三度爆表 今天一个专业的立法文 政治人物 你上台去表演吞火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低俗 而才刚才节目上 绩效伸仗人权律师的王志安 则歌曲社群 谈言赶到命悬一线 被中共驱逐后 现在又被我国编辑管控 快撑不住了 夜夜秀接连惹议 已经有至少期间赞助商 宣布中止或暂停合作 主持人赫楼若在身影下去 演唱风波 恐怕只会越演越烈 节目参考张一杰 台北报道